第五时间的动作 howhappy 今天有我昆顿 还有来自台湾的大爱灵 哈啰你好 大家好 我是大爱灵 都可以说 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你刚刚提到就是 《暗了》 对 它又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我就是先看MV 我看到有不同的情侣在里面 然后我再看一些介绍的文案文字 就是说 腾前老师是想写一个同性恋的故事 其实这个方向是 你有跟腾前老师去沟通过吗? 其实是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同志好朋友 甚至是如果想出更广的话 也会有一些比如现在流行姐弟恋 但是有些家庭可能比较不允许 可能姐弟恋这种事 或者像同志朋友他们明明很相爱 像我一些好朋友可能出去啊 可能就是不敢牵手啊 甚至拥抱我就觉得 我心里会觉得为什么不行 然后之前也会自己也会参与一些 就是同志游行的活动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对的是 我都会默默的去靠我自己的 还有我周边人的力量去支持 就像暗能量的这首歌 我觉得我的音乐有一些歌是可以帮某些人 某些族群说话 对 那我觉得在我心里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优秀 很敏感 而且我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有才华 然后很重感情 也都很孝顺啊什么的 那暗能量的这首歌 我很早以前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有一首歌 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事 说一些话 所以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 然后再看到MV啊 我自己在拍的时候 其实我很快就掉眼泪了 我反而是对于那种 因为我爱情的歌唱很多 但是对于这样子情感的 我是第一次这样做 然后又是用国台语 因为我的师兄肖黄奇老师 他是金曲歌王台语唱得非常好 然后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的压力是整张专辑里面 应该是这首歌压力最大 第一 他的歌词的内容 我觉得 郭雨萱老师写得非常好 然后黄奇老师 因为他唱得好 然后也很严格 当然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 包括像台语的咬字 因为台语不是我的母语 我是原住民嘛 但是我很喜欢台语给我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国台语唱得暗能量的这首歌 很感动也很特别 等寒了才看见星空 灯亮了又扮成观众 胸后永远不让我热 又闻过这次一宫 然后我唱了这首歌之后 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给我的一些 feedback 就是他们听了这首歌就 就哭了 对 但是我希望哭之余我是想带给大家一些 关怀温暖跟力量 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更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全力 爱你所爱 对 我想他们哭的原因是因为感到温暖 是你给他们一种力量 我觉得 我觉得是互相的 因为我唱这首歌帮他们说话 但是其实我在他们身上我也得到很多的爱 跟支持 就是因为你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爱 嗯 所以你才想要 什么说 帮他们做些事情 对 因为我觉得音乐 音乐是人生当中 我觉得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 就是 它好像 就像你的呼吸一样 平常啊 每天听歌啊 突然有一天 如果没音乐了 我觉得 我相信不只是我 因为音乐在你开心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需要力量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子默默在旁边陪伴整理 嗯 嗯 所以我觉得爱能量这首歌 给 我的身边的朋友 需要爱的朋友 爱得很辛苦的朋友 也给我自己 我觉得给 很多的勇气跟支持 嗯 对 好 你说就是音乐 一直在默默地陪伴整理 嗯 你在专辑里面也尝试了一个新的就是hip hop 哦 对 这是你的DC主导 不如 没问过 对 其实这个应该不算是我第一次 就是算是第一次有拿来当主导 嗯 因为以前在专辑里面 我自己也有唱一些rap 嘻哈 就是都没有拿来当主导 我觉得很可惜 哈哈 所以今天就一定要给大家听到的 嗯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唱一些 节奏感比较强的歌 嗯 中版快版 因为我喜欢一些律动 我本身原住民 比较热情活活 可是他知道你都是一些标高 音的都是 或者是比较摇滚的千年之恋等等 对对对 那不如没问过这首歌就是比较 呃轻松 然后中版很舒服 然后跟着果蛋的合作 因为第一次跟他合作 我觉得很有默契 嗯 然后很多人 我其实有一点小小的讶异 觉得 像我这次在台湾做宣传 有一些DJ朋友啊 或身边的 诶甚至是女生朋友都跟我说 我好喜欢你唱的不如没问过 以前你都没有唱这样子的歌诶 嗯 就有让大家注意到说 诶其实我除了唱情歌标高音 还有另外一块其实 嗯我不敢说是自己擅长 但是我觉得很很有自己的味道 然后大家也很喜欢 也是很谢谢 一起律动的感觉 对对 我曾问过 闻到你话都不说 还你也问过 闻到我还要发红 现在这 漩涡太长还有太多 该怎么解脱 乱到我都做 好不如没问过 来到第九章专辑 来到第九章专辑 嗯 试了很多这次 呃 想要尝试很久 可是一个新的唱法给自己呢 嗯 下一章专辑 你自己已经有想法了没有 下一章专辑 哦 你问的问题很快哦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这个是在台湾市十月份发行的 嗯 那其实 呃 还在一直做宣传 除了做宣传之外 其实下一步的动作 其实我们跟公司都有在讨论 因为我希望 下一张 应该说新的一年 嗯 如果新的专辑来不及 我也希望可以有一些 比如单曲啊 出个两 两首三首 我希望可以延续 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 大家对这张专辑的风评都蛮好的 嗯 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说 哦 我做了这样的努力跟尝试是对的 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作品 然后更 我 我还不知道那个方向是什么 但是我希望是会更 更新更特别 嗯 然后 因为我觉得现阶段的我 就是野心比较大一点 希望能够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当然啦我觉得 还是希望多一点live的演唱会 就像去年台湾 新专辑台北跟台中都开了演唱会 然后 然后 其实反应都蛮好 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因为 像我自己就比较 少来香港 让大家认识我 所以我希望能够多一点海外 香港啊 内地啊 新马 可以多一些 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 我觉得用live的形式 让大家 看到我 听到我 然后 跟我有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互动 因为我特别爱 嗯 我觉得那个是最快让大家了解我的音乐 然后我的人的一个方式 嗯 就像刚刚你说过 你其实不喜欢经历这个录音室去录音 也是会像live的 因为每次在一个小房间里唱歌 我都会觉得我比较难进入状况 嗯 我觉得可能跟原住民的天性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在乡下啊 在海边啊 在山上唱歌 就是那种很 很管阔的 对 然后心情是很free 然后就觉得唱歌是 哇 很幸福 嗯 对所以其实 我很希望能够 谢谢大家香港朋友多支持 哈哈哈哈 这样我就可以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觉得 不管不管是 就像我刚刚讲 大的小的 嗯 很多事情都是慢慢慢慢 一步一脚一 嗯 最主要是 要先让你看到 听到 那个才最重要 嗯 其实我很开心听到的是 你已经 来到第九张专辑 嗯 其实都唱了蛮多年了 对 可是你依然很 喜欢一些新的东西 想要突破自己 所以这个很棒 因为我觉得啊 虽然第九张专辑 好像我02年一直到现在也 那这样几年 16 差不多 虽然我中间有经过一些挫折 停了下来 但是 我觉得老天爷还是给我机会一直唱歌 嗯 只是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 除了台湾 我应该努力的 一定要努力的往外再扩展出去 让更多人认识我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需要多一点不同的舞台 就像之前在内地参加 呃 不凡的改变 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 这算第一次歌唱性质的节目 嗯 然后就是唱了大佑老师 罗大佑老师的歌 戀曲1990 然后把它重新改编 我就觉得 哇 刚开始要去的时候 觉得有点害怕 会觉得 哇 第一次嘛 但是站上了舞台 唱歌之后 我就觉得 唱完我就跟我老板说 麻烦就是 我要努力多争取一些 站在海外舞台的机会 嗯 因为那个我觉得会刺激你 让你 有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会不会做到 但是做了之后就发现 其实还是有很多 无限可能的 嗯 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 嗯 那希望上一期 在香港再见到你 就是你来香港开唱的时候咯 你说的一定会成的 哈哈哈哈 那好啦 今次就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请多支持 谢谢